下面引用佛经上的话 如佛高大王 人己善心 死无无念 这两句话重要啊 人要行善 人要己善 死的时候没有无念 如数先秦 倒闭随之 数要倒下来 一定是先秦下 一定是歪邪了 然后他再回头 若风道一致 不苦凑身 这讲黎命宗的时候 人在黎命宗的时候 神是离开神 身体非常之苦 若习心不再坏 念后可办 若习心不再坏 习惯 欲先没有养成 心里头没有 临终的时候 念后可办 你怎么能做得到 这个习就是念佛的习气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培养念佛的习气 黎命宗时 佛号就很容易念出来 平常不念佛 到临终佛号 怕的是提不起来 念念了一辈子的佛 到最后不会念 可惜啊 我出出家的时候 遇到一个居士 这个居士的名字 我记不得了 五十多年前 我在临继寺出家 临继寺有个念佛会 他是会长 一个星期 他们在临继寺 念一次佛 他当为诺 带得很好 很虔诚 临终时 想非常不好 他怕死 临终时叫佳人 不要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他还想活下去 所以这个人没往生 非常可惜 你看念佛会的会长 到那个时候 贪生怕死 每一个星期 带别人念佛 他自己也念佛 没有能够养成 念佛的习气 所以临继寺 不能做主 多少人都感到惋惜啊 我会想活下去 感谢观看